民眾拿到的東西 有很多人會送去 警察叫 也不過有一些東西 也讓金鳳吃上腦筋 這東西我們做回來看看 青菜啦 這個我們警方有時候在現行的法令 都很難處理 來 修理民眾拿到的東西 基本會判斷 價錢不到500元的物品 公告15天沒人領 是由拿到的人領處 但是像本人這種盡量壞掉的食品 根本是沒辦法保存15天 私德物如果屬於意義腐敗的物品 這個一程序 由機關來擬定 抵價及公告實施拍賣 問題像是民眾拿到的 素材新鮮 也沒有人會賣 事務上真的是很難操作 但是火順實品 還有可能給警察機關 領最輕盡於事務的關係 很多民眾會遲得其他東西 會交到我們分局來 我們曾經有收過 幼童的滑板車 還有一些比如說模型機 這種東西 本分局也是依規定來受理 訂公告 民眾求到的東西是很多人 對滑板車 遙控雲人機 到新鮮實品 每一項都要製表來公告 已經讓警方是很忙 但是如果剛才 盡量壞掉的東西 不可可的法令議局 事務上處理 真的是問題很多 現在我們正混蛋不到 代了 谢谢大家